好,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國內的消息 國內的消息當然是以習主席的消息為主 因為習主席第一次出訪 什麼叫第一次出訪呢? 就是疫情以來第一次出訪 是國際關注的 在15日的時候,習近平就在薩瑪爾罕和烏茲別克斯坦的總統 米爾濟約耶夫會談 他們兩個都沒有戴口罩過拍照的時候 這張照片就有兩點了 為什麼會不戴口罩和可以近距離開刨呢? 相信跟烏茲別克斯坦的總統打了中國疫苗就有關係 我估計就是這樣 不過不知道,具體的情況不清楚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 給了一個最高友誼勳章的習主席 在15日的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薩瑪爾罕國賓館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舉行了雙邊會見 中俄關係和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也有說到烏克蘭的事情 據媒體報道,習主席說 對烏克蘭的戰士有點擔心 究竟具體是什麼擔心呢? 這個媒體就沒有說到的 我們待會再深挖一下 看看習主席究竟做過什麼 在15日的下午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薩瑪爾罕國賓館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蒙古國總統夫日勒蘇克 舉行中俄蒙三國元首第六次會晤 即是建完普京之後 就多加一個蒙古的大佬進來 另外,這個在薩瑪爾罕賓館 習主席在早上的時候 其實就見過吉爾吉斯坦的總統 澤帕羅夫 在15日早上的時候 也在薩瑪爾罕國賓館 見過土庫曼斯坦總統 謝爾達爾別以德克梅哈梅多夫 我們現在再說一次 謝爾達爾別以德木哈梅多夫 早上的時候也有見到 塔吉克斯坦的總統 拉克蒙 還有在15日下午的時候 習主席就單獨會見過 蒙古國總統夫日勒蘇克 在15日下午的時候 習主席也有見到 白俄羅斯總統努卡申科 兩國元首決定了 將雙邊關係定位 提升為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這就是白俄羅斯 努卡申科總統 在15日下午 習主席也在薩瑪爾罕國賓館 見過亞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 你看看這裡 就是中亞的地方 但是連亞塞拜疆 嚴格來說 我的理解就是在高加索地區 即是高加索地區 都見習主席究竟為什麼 這些我們會再深入去分析一次 也有提到《求是集資》 發佈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的重要文章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而要一二貫之 或者今晚 看看有沒有時間 今晚有時間 或者直播 大家討論一下這篇文章 可能沒有人聽 沒有所謂 我們都會說 國辦之前 引發了 關於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見 裡面有很多減費 或者收少一些錢的意見 我相信地方政府有一部分都會做 應該對中小企來說 可以減少他們的負擔 希望可以落到地 國家稅務總局消息 截至8月31日 新增減稅降費和退稅緩稅緩費 已經超過3萬億 今天第九批88個 在韓中國人民資源軍烈士遺骸 就會由中國空軍專機 接迎回國 坐運20的國產大飛機 先講講疫情 這是14日的數據 14日整天的數據 31個省自治區植核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 確診新冠肺炎病例167宗 境外輸入41宗 本土病例126宗 北京方面 15日凌晨凌時至下午三時 新增的確診感染者 有一個是隔離觀察人員 在西藏的數字 15日的數字 凌晨零點到下午兩點 西藏新增 確診無症狀感染者60宗 在15日的中午12點起 在海南三亞解除全域臨時政態管理 即是疫情處理了 要多久時間 大概是幾個星期 全域解除政態管理 好了 教育部有消息 目前已經取消五類全國性高校加分 將會逐步取消95類地方性加分 有些人說公平 有些人說不公平 國家的制度 就會看實際情況去調整 現在這些地方性加分 其實一直向被人詛病 有些人覺得很不公平 尤其是大城市的人 結果他們轉型到怎樣 將戶籍轉去小地方 有些人這樣 其實這些都是不太理想的 這些情況 公安部消息 十月一號電視 對於非營運小微型載客汽車 原本十年內上線檢驗三次 現在變成檢驗兩次 廣西北海的警方近日破獲一宗販毒案 就抓了四個嫌疑人 這樣呢 就繳獲海樂鷹 20.43公斤 即白痕 好了 現在說一下四川 四川明確了 九五勞定地震雙元免費救治政策 對地震資產人員和地震受傷 導致功能障礙雙元 在醫療機構實施康復治療 發生的必要費用 在2023年3月31日前一輪免費 十月起 雲南會將失業保險金的標準 人均每月提高229元 另外,甘肅出台 政策支持中小微企的發展 對符合條件的中小微企 提供最高額度的 三百萬元創業擔保貸款 好了 先說一下全國降水量預報圖 這個經常都說的 上海那邊打完風了 但是風很奇怪 就是再次登陸 去了遼寧 中東部和南部 和山東半島的北部 雲南中部這些地區 就會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遼寧的南部會非常大雨 現在預計的降水量 一天之內會有220毫米 好了 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講一講其他的消息 阿諾 請問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